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木炭上放置着令人深恶痛 觉得毒品一声令下 浸淋了汽油的木炭 瞬间燃起冲天大火 很快 毒品就在熊熊火焰中化为灰烬 人群中爆发出掌声和叫好声 观众代表向林则徐同向敬献鲜花 硝烟石盘销毁毒品现场从历史上的虎门硝烟到今天的虎门硝烟 时间跨越179年 历史昭示人们 或任由毒品泛滥 必将有活破家亡的危险 现实警醒人们 禁毒任重道语 防毒戒毒特不容缓 一年一度的虎门硝烟盛会 其意义绝不在于销毁了多少毒品 它更是一种民族精神的体现 一种国家意志的展示 毒患必除 虎门硝烟精神永续 以林则徐为代表的中国人民 掀起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禁毒浪潮 揭开了中国近代反侵略斗争的序幕 下面我们要为大家揭秘 你不知道的虎门硝烟故事 以林则徐日记 如何记录虎门硝烟 林则徐代写日记 它在日记里 是如何记录虎门硝烟的呢 今天是6月3日 我们就来看看它6月3日的日记吧 在林则徐日记中 第一次提到消化烟图 图片来源 凝固的历史 流言诗会虎门硝烟 鸦片战争作品集 日记原文是这样的 22日 丁海 晴 早晨折岔回 接到3月22日以前惊信 并略地暴 一月晴府军 御后安却使 雄生谷翻博句字醒来 即网勿之 在后安州中犯 未测消化烟图 只网共画一百七十箱 也应都统龙一道 林则徐日记 每个字都认识 就是不知道啥意思 没关系 我们来翻译一下 如果林则徐会白话文 他可能是这么写的 道光十九年四月二十二日 丁海及一八三九年六月三日 请 早晨 我收到宋折子的官差送来的三月二十二日及一八六九年五月三日以前的金钟来信 读了下地报 后来一月晴府军 御后安却使 雄生谷翻博三个人从省府来 我去和他们见 聊一面 并在后安船里吃了午饭 下午两点 就赶去硝烟现场 到天黑一共硝烟一百七十箱 晚上 又一副兜痛 英龙也到了 在这个重要的日子 林则徐在日记里写下未克消化烟图 只网共画一百七十箱 当时的他根本没有想到 这一天将勇敢实测 二 为什么在虎门硝烟 众所周知 鸦片鸡某才有害命 是非销毁不可的东西 但是收缴了那么多鸦片 该在哪里处理呢 林则徐向道光皇帝上了一道奏折 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林则徐臣建议把鸦片运到京城 经过检验后在京城销毁 道光皇帝问 这个可以有 如果事情只是这样 就没有虎门什么事了 但是 浙江道的监察御史邓领反提出反对意见 邓领臣认为此举不妥 形容臣算一笔账 如果把广东 安徽 江西这些地方的鸦片都送到京城的话 走路路要雇佣四万民夫 一千多辆大车 五千到六千匹罗 马 走水路要一百多艘船 二零零零多名水兵 动用人力物力非常大 送过去一样是要销毁 路途中也容易遭到墙 风险太大 建议在当地就地销毁鸦片 道光帝你说的很有道理 林则徐 你收缴的鸦片 在广东就地销毁吧 林则徐臣尊指 三虎门硝烟为什么不是用火烧 这么多鸦片怎么销毁 有人说 一把火烧的 在虎门硝烟之前 林则徐还真使用火烧的办法 因为单单用火烧鸦片所产生的毒烟扩散 那无异于聚重吸毒 让当地人全都嗨翻了 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 当时烧毁鸦片会先在鸦片上撒通油后再火烧 就不会释出上瘾香气 明关烟卡上关于火烧鸦片的描绘 不过这种销烟方式不彻底 有一部分鸦片烟烧化了能渗透到土地里 对熬制鸦片烟高有经验的人 把这些泥土和鸦片烟一块重新熬制 可以得到十折二三的鸦片烟 那些隐君子见到渣子都会两眼放光 难保他们不会挖第三尺 那怎么办 经调查了解后 林则徐发现鸦片烟最怕两种东西 盐污水和生石灰 鸦片烟遇到这两样东西就会迅速化为本末 而且再也不能凝结成高 这最终成为虎门硝烟的方式 林则徐是这样做的 林则徐 我派人在虎门海滩的高处挖了两个大尺子长宽个五十丈 身两三米 前面有带闸门的一个寒冬 后面有进水沟 石子底部用石板铺好 石子四周打上木桩 然后盯上木板 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硝烟池 硝烟池就指木春 木板 蚕石墨 铜钱出土 硝烟池就指铺石木春出土时的场景 如今的硝烟池 立于硝烟池旁的 纪念石碑林则徐硝烟池子建好后 就用水车把水倒入到水沟里 通过水沟把水罐倒硝烟池里 然后在池子里投上盐 使整个池水变成盐卤水 撒盐起下 把鸦片取出 其相称一称碳有多重 过程将鸦片切成四半 切块把鸦片投到水里浸泡半天 入池把生石灰投入水池中 倒池灰搅拌一下 当水池子沸腾后 鸦片烟就会变成粉末 搅拌等最后把鸦片烟全部销毁后 打开闸门 趁着海水会潮 把泥浆斑的水一下子带入大海 等水彻底放完之后 再把水池子清洗一遍 等待下一轮的硝烟 两个硝烟池可以轮流不停地工作 四虎门硝烟究竟是多少天 从1839年6月3日清宣宗到匡 19年最刺激害4月念二 林则徐下令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鸦片 至6月25日结束 共历是23天 但是 真正硝烟的天赋却是22天 为什么这么说呢 1839年6月3日开始 硝烟前后加起来明明是23天呀 为什么说硝烟22天呢 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硝烟过程遇到什么麻烦呢 1839年6月25日结束硝烟答案你猜到了吗 1939年6月15日 也是农历的五月初五端五节 先辈们也是要放假过节的呢 为了迎接端五 林大人让大家伙放了一天假 有他的日记为证 林则徐五月初五日的日记 图片来源 凝固的历史 流言时会虎门硝烟 鸦片战争作品集 道光19年5月初五日 1839年6月15日 几害 请早晨提君 确实都转纪委员等聚来贺解 及分别达致 复提君早席 确实都转在座 为客散回 适日暂停化烟 叶燕丁 罗二友 林则徐日记 五月初五这天不但暂停化烟 还要和朋友贺解 可见林则徐先生和他的朋友们 还是很看重端午节的忧 眼下端午节也快到了 小伙伴们是不是也开始坐假期安排了呢 五硝烟过程中居然有人中毒身亡 为了保证鸦片悉数销毁 林则徐在硝烟过程中特别注重现场监督 不但自己亲自到场 还命人在硝烟现场设棚场数座 以红文武远辩查看 你可能觉得文武官员眼见销毁鸦片是何其风光 其实 这对他们来说可不是一件好事 很多官员应观看硝烟时 吸入池中散发的恶臭物而病倒 不罗县典史沉冗甚至中毒身亡 这几位究竟有多难吻 钦差大臣林则徐等奏请 将硝烟中毒身故之沉冗亦序折中写道 再至5月13日及1839年6月25日 烟土全数尽透 开闸放人大洋 而闸口锁后安尼吉池内锁机子射 军须体出尽进 以免匪类桃蛙一经彻底翻腾 林独之气甚于往日 各园绕池巡视 无不眼鼻赞眉 陈荣在巡视过程中大呼好臭 然后突然晕厥 两天后深固 食指甲具现青色 显阴染受烟土晦气所致 杖术作者就是林则徐等请求道光皇帝 给予陈荣家属以抚恤优待 后得到云准 看完以上这些小故事 你对虎门硝烟有信认知了吗? 文章来自于虎门镇宣教文体局 鸦片战争博物馆 图片来源于鸦片战争博物馆 编辑 新则编 也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文章来自于虎门镇宣教文体